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彬彬有礼 让70%的美国成年人 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这份拜登自己定下的抗疫作业 本该在7月4日前做完 现在却比承诺时间晚了一个月 才姗姗来迟 美国政府说 没有如期完成 是因为年轻人认为 新冠病毒对他们的影响小 接种意愿不强 这种话就像我说 变成应该怪地心引力不够大 一样荒谬好吗 明明是美国政府自己 在疫情初期 没有给新冠病毒足够的重视 才让民众有了错误认知 与其忙着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 还为拖延症寻找借口 美国不如踏踏实实地 向民众普及疫情的严重性 和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赶紧把所储存的每一剂疫苗 分配到真正需要他们的人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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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